中国两会三月在北京登场 毫不意外会议里头又是上演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拍马屁戏码 面对这位身穿紫色上衣的人大代表称赞 习近平倒是一脸尴尬 露出招牌小熊为宁微笑 因为2015年习近平发起厕所革命 但地方政府造假成风 早已宣告失败 不少网友看了也揶揄 中国解放了70年 还在为人民解决厕所问题吗 真是奇葩 也有人酸说 泱泱大国的高层会议 在谈厕所的事情 每年一次集中拍马屁真是难为 而同样抓紧机会吹捧的 当然少不了这几位 自称台湾籍的人大代表 我们最近台湾波罗的事件 在台湾方面 以台湾当局的不负责任的炒作 那个有害人安的和平发展 有些台湾媒体 在污名化 抹黑妖魔化大陆的 我们的祖国太大了 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地貌 不同的这个氛围 总有一款适合力 中国不改天朝思维 继续大外宣 和台湾习惯享有的民主自由 始终是平行线 没有交集 明星文中文报导 大外宣